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你是否該去上兩性課? 我不會賣課啦 我本身有正職工作 不要問我課程 我只是分析給你聽而已 我想要分享一下 其實在市面上 有關於兩性之間的課程很多 但是隨隨便便就動輒幾萬塊甚至幾十萬 你真的要花這些錢去學兩性關係嗎? 他真的值這個價嗎? 我覺得要看你的出發點 來決定這課程值不值得這個價 說真的現在市面上的兩性課程 或是所謂的專家 他們知道的教學很多都是從國外資源學來的理論 只要你有心 一定都可以搜尋到網路資源 再來就是花時間去實踐它 我從來沒去上過課 我早期是學謎南方法 那時候資源有限 網路不發達 我記得我是花了兩年才有點成果 之後四五年都是謎南方法內化 不自覺的那些方法變成了習慣 到了近一年接觸到RSD 讓原本在謎南方法中感受到的東西更具現化 更知道那些無法說出的東西是啥 這之中其實有很多專業術語 我也不想在這邊講這個 簡單說就是 在這幾年國外的把妹理論 已經更進步到不只是把妹了 而是整個社交原理是為什麼 你在什麼狀態 更具細迷移的說出來 假如說 你自己去找網路資源 到實踐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可能需要兩三年 因為裡面的資訊量太大 你也沒辦法判別 哪個是好的 哪個又是爛的 但你又得花時間去實驗 而且你得到的資源假如不是完整的 他沒有一個完整的教學 又或是完整的讓你有概念的去練習 你等於就是半吊子的在列 這就像是去投籃 你只看過NBA影片投籃 你有樣學樣 可是你原理完全不小的理論 你怎麼投也只是浪費時間 可能偶爾讓你矇進幾次 但你會發現你很多次都是用矇的 甚至會搞砸關係 你去上課 至少可以縮短到三個月到半年 達到你的目標 我是說真的有實力的兩性課可以辦到 我覺得一個好的兩性課 他是真的在教你概念的 可以讓你自由運用 而不是告訴你用哪幾招 因為當你概念懂了 你想要用哪幾招就用哪幾招 再來是概念的模糊地帶 他都能回答你 有些課程 你一定要一對一去上 例如像是搭訕 沒有一對一去上 你乾脆不要去上好了 這跟你自己去搭訕沒兩樣 因為一對一就像是你去上健身教練課 你要去做動作 教練看你的動作才能糾正 讓你知道你哪邊下一次做錯了 搭訕也是 你搭訕當下做錯了什麼 表情 眼神 氣氛 你講話音調內容 你給他的感覺是什麼 有沒有效 你自己很難觀察到 需要藉由另外一個有經驗的教練去看 而且他完全知道你現在的狀態是在面臨什麼 你目前是卡在哪裡沒過去 所以沒辦法進步 而這些全都是這個人 有沒有大量的經驗 和他有沒有把他的經驗和理論去做結合 有的話 他才能教得讓你聽得懂 我給你幾個方式 你可以去判斷一下 這個老師值不值得去學 你直接去聽聽看他們的講座 講的東西是以真的分享居多呢? 還是以騙錢居多? 講什麼都好像有講跟沒講一樣 講完之後去找他們說話 你去感覺一下他們給你感覺是什麼 他們假如真的夠厲害 一定通常會有一股氣場 那氣場會比你強 再來是你跟他說話 你有覺得距離感不舒服嗎? 還是覺得舒服? 假如你覺得有距離感不舒服 那麼我是覺得啦 這種就算了吧 那代表他觀念感覺應該不太行 因為都是老師了 跟人互動還會讓人有距離感又不舒服 別鬧了吧 我是希望假如你是想要去上課 或是讓自己更有魅力的人 你要上之前 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是讓自己社交圈擴大呢? 還是瘋狂跟妹子嘿嘿嘿 還是交一個穩定長期的關係? 你要真正了解你的需求 加上我剛剛分析的那些 你大概可以判斷你要上什麼課 又或是你要不要上課 好今天主題就聊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再次下課